中国南南一分险胜于南球队 平脱后腿拖出两大水破 杜丰姓错人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最近的中国南南和巴林南南上演了亚洲杯第2场对战 本身这场比赛是没有太多悬念 但没有想到了因为中国南南这边出现了很多的意外情况 那么导致最终比赛的悬念居然流到了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顾全的绝杀球那么中国队这一次的可能就已经 直接收包袱回国了 所以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虽然说中国队是一分险胜 但是面临的批评以及质疑呢也是非常多的 因为本质意义上来说说到难听一点的巴林南南其实就是一个云南球队 他们整个世界的排名是100多号和我们中国队呢相差了好几个等级 那么在过往呢我们面对这个对手是一直保持连胜的记录了所以这场比赛 我们居然差一点输掉了 这个结果不管是对教练员还是对球迷而言 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中国队之所以说赢得由此艰难 主要也是因为一些球员呢在场上是实在不给力 要么呢脱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要么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 导致我们这边的没有办法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球员呢我们要着重来说一下他们的表现 确实对整个球队的贡献呢实在是不多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赵瑞啊在本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 那么确实呢也真的是有 些让球迷比较难过的 那么说实在的这一次啊他之所以说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呢 主要也是因为呢整体的脾气不受控制 所以在上场 13分钟之后的话只拿到五个助攻两个场段 一分都没有拿到 就因为过度冲动为 徐杰出头了被裁判 直接驱逐出场 所以赵瑞啊这一次的整体表现呢真的也是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本身他和顺明慧呢是我们整个球队的一个大腿级的人物 但是因为自己冲动软事呢导致他下去之后呢我们整个中国男人的局面就急转其下 所以可以说赵瑞这一次啊也真的是 耽误了大事了 除了赵瑞之外的话另外一个呢还要说一下广东三少之一的胡明轩了 徐杰我们就不说了本身身体不舒服在场下也被曝光还在西洋 所以呢其实他这一次的一个表现不是特别好呢也可以理解 但是胡明轩整场比赛出场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却不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拳器呢 也确实让很多球迷是有些失望的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胡明轩依旧得到了充分的出场时间 出战29分钟五中三投 五投三中最终的拿到九分四个篮板五个助攻一个抢断两个失误 从这样的账面数据上来看感觉还可以但是整场比赛表现的确实没有太多的亮点 我们知道呢其实自从赵瑞以及胡明轩这个顺明会下去之后呢 那么感觉胡明轩整体呢就是有些六神五主的感觉找不到自己的进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按理说他作为总决赛的FMVP呢应该是独挡一面的即便是 场上失去了两个核心他也应该作为领袖人物呢 带领着整个球队组织进攻打好比赛 但是最终了他却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面对一个云南球队呢打成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确实呢没有太多的亮点可言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广东队的一个球员呢没有拿出一个出色的表现 最终呢让我们中国队这边的话也确实在整体的一个进攻方面失去了很多的亮点 当然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你像辽宁队的富豪呢整体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包括啊赫悉尼以及翟小川呢他们的表现也有待提升 正是因为他们这几个球员呢那么确实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呢 采样杜峰在赛后呢在更衣室这边呢也是提出了批评 确实整体表现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实话这下对杜峰而言呢给到这几个球员这么多的出场时间呢 真的是幸做人了 接下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把这个状态调整好了 后续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去面对中国台北队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